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10月22日,这是林小河谈投资理财的第424集,昨天美股收盘,道雄涨748点,NASDA涨244点,不知道大家看到美股又大涨了,有什么感想?应该有点信心了吧?至少不会那么悲观,那么绝望了,是不是? 不过看空美股的人,还是会说,这只是反弹一下而已,还会继续往下跌,我是觉得,如果你什么事都往坏的方向去思考,那你还要不要过日子,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?你不觉得充满期待跟梦想的未来,是会带给你快乐的吗?为什么信心很重要?如果你遇到挫折,信心垮掉了,你就会开始悲观起来,然后会对未来感到绝望,之后就可能得忧郁症,现在里面走不出来,很多悲剧,不是都一样, 因为这样发生的吗?所以不管做什么事,尤其投资理财这一条路,你一定要有信心,才能走得下去,因为考验太多了,只要是投资,就有套牢的可能,套牢很平常,不要怕套牢,像我投资就常常在套牢,最重要的课题,是你套牢之后,要怎么办?这个问题在你套牢了,赔钱了,才来想,已经来不及了,例如套在这只户国深山股票的人,怎么办?他从年初的680,跌到现在的380, 一张的账面价值,就少掉30万,你大概只有三个选择,就是停损,摊平,或者放着等节套,不管做哪一个选择,都一定很煎熬,你把它停损掉,一张就赔二三十万,还有停损之后呢,你又要怎么办?如果再买来摊平,一张那么贵,你有钱可以买吗?你还敢买吗?放着等节套,你会不会更煎熬? 那些民嘴都在说,两岸如果发生战争,户国深山一定会被炸掉,你要尝起持有的信心,是不是又动摇了? 所以我会给大家一个建议,不管你要投资什么商品,在投资之前,一定要先想好,如果套牢,你要怎么办? 如果你已经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,市场不管怎么变,你就都可以冲农应付。 就像我一样,铁股不管要大涨或大跌,我根本不想去管它,因为它的波动,本来就在我的预料之中,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,有什么好担心的? 今天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下集再见!